今天来到的是山东坡里大街 这有一个大叔在卖羊肉汤 他这边的羊肉汤 好多家都是论斤卖的 一般有80一斤90一斤的 但是这个大叔 其实他家的羊肉汤也是论斤的 可能是卖的也就是八九十块钱一斤 但是他从来不会上秤 就是用手抓 你要25的或者是30的40的 直接就用手秤了 用这个大叔的话来讲 就是40年从来没用过秤 手就是秤 别人说你不会秤 说你当你怎么说 我就这么闷 咱口咱就这么闷 我说不懂 大十年之前就这么吃 大十年以后还是这样 40年之前怎么吃 我人也这么美 都这么吃 大小哥哥要40年 他都关心没有就我的儿子 真是呢 在路子里有个儿子 这是我们老顶点吃了好久的了 来了就找这大叔 最实的 由于基本上都是老顾客 自己端汤自己盛汤 好像这么大的一个羊肉汤的小摊 只有大叔一个人在摆摊 所有的事情顾客能自己动手的 就自己动手 一片够猴啊 一片够猴啊 差点 我哪里不是那里是 那里面都烂了 山东人好爽啊 到处都能看到 三三两两个直接拿着酒瓶 喝着羊肉汤 喝着白酒 摊主大叔也不例外啊 在闲暇之余呢 也不忘了喝瓶啤酒 过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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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的羊肉汤啊 和其他地区的羊肉汤是不一样的 可以看到他们家这个汤呢 就是是青汤 就是羊肉青汤 应该在下锅煮羊的时候哈 它是不会沸水的 所以呢 就可以看到羊肉汤呢 就是这种青汤的锅底 还可以明显的看到 羊肉汤的汤锅里边 是好多的这个羊肉煮出来的这种沫沫 每一碗羊肉汤的都会另外加羊血 羊血是不要钱的 等于是无论你要25到50之间呢 只收这个肉钱 就是羊血和膜都不会再另外收费了 那你说你这个手比秤还准 八千五 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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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 ano 十五 一间撒冰就能撈着 这一晚上多少钱呢 十五 十五 来 瓜葱就串 我一些味我就来 这边吃完饭吧 没地不辣 我一直都来 我一些味我没地都来 我跟你说干老虾喝的这批 真不受人 这一次都下来 刚我来了 在你上 喝了20年了 价格不少 都是老虾 当地人有一种吃法 就是把饼就会泡在羊肉汤里边 就直接再切开 再加肉再加汤 如果是夏天的话 好多顾客就是会把饼单切开 就是不会放到汤里边 就真的了 大爷 您这一个集量能卖几十羊啊 一样 好 大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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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这一个集量能卖几十羊哈 都大了 挖不上去 都比自己的 这个羊肉汤是卖多少钱一碗的 没碗卖了是三四 这是五四 价格不等啊 几点钟就出来赶大吉了 这五天 哪两点我说 夜里两点 夜两点我说 到这儿不到三点 到这儿不到三点 四点来的时候有吃饭 好 四点钟就要吃饭了 一点老虾吃多年了 一块肉 这两天是 一块肉 那一块肉 洗几片吃不了 这是一碗25块钱的羊肉汤啊 与其说是羊肉汤 还不如说是一碗炖羊肉 25块钱 基本上就是一碗肉啊 其中一碗肉 这碗肉 部 outer地 其中一碗肉 这一碗肉 狮腹 冲的 地瓜 那麽肉 又要吃得了 那麽肉 可以用来 所以 这一碗肉 这是 每个人都要吃不下 ce 不用 一碗肉